有醫師講Omicron病毒變異很快 所以我們打同個品牌的疫苗的話 很容易被病毒找到破口 指揮中心會不會因此建議前面兩劑打BNT 或莫德納的民眾 第三劑改打另外一個 品牌的MMA的疫苗 根據我們ACIP委員的建議 就是只要 不管你先前打的是什麼疫苗 那你這個 除了A例 都打A例之外 那你 這個MMA疫苗 高端疫苗 那都可以 都可以做 那A例 如果你先前打A例疫苗 當然就是可以打這個高端跟MMA疫苗 那我這邊只是要特別聲明 就是說 在至於在MMA疫苗裡面 事實上是有兩種 一種是莫德納跟BNT 那事實上他們的作用是類似 那目前目前我看到很多民眾 就是好像比較喜歡打莫德納這個疫苗 但是在整個這個 血理還有他的副作用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 這兩疫苗其實效果都是差不多 那BNT的這個副作用甚至比這個莫德納要低 那這個部分還是請民眾 如果要 尤其是剛剛的預約 預約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莫德納預約不到 那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這個BNT的疫苗 打疫苗還是這樣子啦 就其實現在世界的趨勢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那國內大家現在我們唯一比較不建議 就是AAA 就3劑都打AZ 那其他都是自由選擇 那選擇方向有很多 大家會著重在 保護力是比較高 或者舒服不舒服 或是嚴重的不良反應到底多不多 那這一些其實 都很難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比較 所以專家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要混打也好 那中芯專一品牌 我們也不反對 那自己覺得就是說安心可能是最重要 但是打是更重要 無論怎麼樣趕快下定決 決心 選擇一個廠牌 那趕快預約 趕快打